中共商务部在18号通报 今年7月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17% 创下两年来的最低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环境还有经济环境 造成外商对中国投资失去信心 特别是最近被外企抗议是不公平的反垄断行为 使很多外企望而生畏 8月18号中共商务部召开例行发布会 通报了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实际外商投资78亿美元 同比下降17% 创前年7月以来新低 环比6月的144.2亿美元下降了45.9%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指出 中国投资空间正在变小 以及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趋势已经结束 是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外企还质疑中共近期对外企的所谓反垄断导致外企望而生畏 过去几周中共针对包括微软 晶圆生产商高通和汽车制造商奥迪 弹姆勒和克莱斯勒等外资企业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垄断调查 中国欧盟商会上周发布声明称 在被调查的一些行业中 中国公司存在类似的违法行为 但没有成为调查目标 而在一些案例中 中国监管机构要求外国公司不要质疑调查 不要带律师参加听证会 也不要向母国政府求助 中国欧盟商会称 这些做法是恐吓 外国企业对于中国投资环境是有些担心 特别是在最近这种用垄断为名义 给外国企业出难题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人民币发行资金非常大 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在减缓 房地产又有危机 人民币升值的这个概念 逐渐在消失了 热钱往中国走的动力就不大了 反垄断从来不能真正的反垄断 反垄断是一种特例 政府干预的一种手段 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经济往好的方面去 同时也是为了增加一些注意力 转嫁一些矛盾 今年4月正当全球关注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古俊山案件进展时 德国制药商格兰素什克等外国企业 陷入腐败调查 而这一次对国外企业进行的垄断调查 正值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和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案件 向公众公开 事实上 今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 撤离中国 网络巨头谷歌和雅虎 美国电子零售商百思买 和德国万德成都已经离开 美国化妆品公司陆华农 1月份宣布退出中国 并裁撤1100个职位 世界最大化妆品公司 法国欧莱雅也在1月决定 将旗下卡尼尔系列产品 退出中国市场 而一些留下来的外国公司 在中国苦苦挣扎 IBM说 去年最后一个季度 在中国的盈利下跌23% 法国饮料集团 人头马均度报告说 去年的前三个季度 人头马干疫的销售量 下降超过30% 新华社今年5月份的一份报告说 5年前面对打算在哪里 开设下一家工厂的问题 10位首席执行官 至少有9位会回答 中国 而今天给出同样答案的 不会超过两三位 而多达5位会说 美国 10年来 又多达200家美国公司 把生产搬回国内 理由 侍应 与 二 二